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 在国外数字化工具开发应用上 远远落后于行业发展的速度 他一直在倡导更全面的 CDP用户数据平台驱动下的数字化营销 加优质供应链加数字化用户 运营结合的出海新商业 所以这个目标 设定后天 我们是这样想的 可能 我自然 就没有 可能熟也可能不熟 熟的地方是我觉得 一个公司应该做的事情 是让公司全活下来没错吧 然后 顺便把钱挣了对吧 你这个什么鬼逻辑 把公司活下来顺便 你不挣钱公司怎么活下来 首先问题很多都是一开始也不挣钱 可能大部分都是 可能一开始挣钱的公司 能力很强 我就能力比较用 我们一开始还是费钱 到后面就变成挣钱 然后小哥自己来 我们的想法其实是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公司活下来 想要计算一下 到底公司活下来 要需要的 法律 你讲的公司不是讲的废话吗 就是当年雷军说的 嗯 很多人说 公司账上最少有六个月的 现金 但是想想 我们行业这帮人 不敢重新说多大 六个月现金 开什么玩笑 有多少个有 那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只有六个月现金呢 为什么连六个月现金没有了 因为 老板是有钱 但公司账上 就没有那么多 呃 我是觉得大部分老板是 或者大部分现有卖家的 讲法是 我有钱我肯定要先继续滚上去 而不是流泉 我有钱可能先丢到营销上 丢到我的 很多人去把他东西上 我要不断滚上去 而不是说我要用钱 保障我的员工 保障我的公司 保障我的工业 保障你的公司保障你的工业 今天都是裁员好不好 那你有没有裁员吗 那你 就是因为你老是把钱想了 怎么去扩张上你没有想去把他 他丝好根基 你们有裁员吗 没有 20人还怎么裁员 有扩员吗 啊 有扩员吗 扩了两个 哇你很厉害的 20个人 我们一直 我们当时公司目标之后 我们要先成为一个20人的目标的公司 20个人 今天我们还是只有8个人 那 你 很多时候是一个点 大家都目视了 很多 很多老板都想着我要扩张 我第一反应是请人 然后不是提高人校 然后当里的 原来我的 我的人当里的人校是已经 很难再提升上去了 在人校这事情是说的还说起来容易啊 哥哥都会说啦 哎你知道我们现在快点到今天 出了多少战略 战略家 管理家吗 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即选 在过去这一年 你在破口圈碰了很多人 我也跟你一样逼了很多人 你有被人当面逼过吗 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对的 他怎么想 你说的对 你凭什么说的都是对的 其实我是觉得 大家都知道 今天来之前还跟你有朋友说什么问题 说 大家 都是 想在现有资源上做最好的配置 事实上 他所说的最好的意思是 用最小的钱花 成本预算放到最小 然后成果就放到最大 都这么想的 所有的老板都这么想的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跟你一样的 就我要老是想着 就 我一定能挣大钱 但我投入是最少的 我还是回答问题 你天天在朋友圈上喷人家 在各个群里喷人家 你没有被人碰过吗 他说不过我 我说的都是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是这么想的 我个人觉得 作为 团队领导者 你首先要明白一个事情 你到底是搭一个上升电梯呢 还是在你真的老老实实 健身的时候 去把自己的楼梯搭好 你可以讲人话吗 我们都说正常说 你说我是凭 凭运气挣钱 然后拼实力推药 为什么 很简单 就因为 我 我可能做了很多动作 但其实只是因为 我在刚好在一个 上升的电梯里面 我刚好搭动这个上升电梯而已 如果你是时候这个事情 你要想的事情是 好了 我如果真的是到上高楼层 那我要起码要 充实自己 网子 让我匹配到这个 高楼层的一些配置 如果是 我是老老实实 一层一层楼的 搭建上去的 那我就很简单 我不会跌下来 因为我地地 你没想过 我们两个是 这根是不是这个 你讲到很多人都不听 我很好奇 你又不是鲁迅 我又不是周苏人 你天天呐喊干嘛 而且你本身就做电商也挣钱 苏家对你来说 本身是挣钱的生意 你花那么精力去做那么 内容的输出具 去呐喊干嘛 我觉得简单一指 苏家是一直以一个 算是数字 数字化的一个营销 起家的一个企业 对我们来说是 研究怎么去做支付化营销 用户数据的分析 因为这个部分是因为订阅电商需要 用户数据 需要需要东西 我们就去学用户数据管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边实践 一边去学习 好了 这个其实我 接触到这层面的发现 原来西方 尤其是美国 很多本土的卖家 或者是品牌方 他自己都叫 他必修客 我们经常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多 跨时代的产业 但其实 我在对比本土的卖家 你会发现 原来人家是 有 各种的 活动双学院 哈佛双学院 或者是本身就是 各种米兰区的巨头 他们有各种的数字营销界的资讯 或者是学习界的东西 甚至于他们说有专门的 产品里经常说关的 对吧 有这些数字营销的 订阅的一个科普的视频 科普的内容 科普的 他们都去学习 对他们来说 这些是必修客 我们这种事情 每选修客的说不上 大部分老板可能就是觉得 我这个东西能挣钱 我就挣钱 但这个东西是不健康的 不正常的 一千加万人 自阅读八百家伴子 一千加多群的制服洞察 四百加七五百加小时 四百加半次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截图 竟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制过阿米跨境 地上海 都在上海 这些人 请 证明